帮女友取快递 打开一看竟是一根棒棒 我气疯了 质问女友 你买这玩意儿干啥 你别跟我说这是给咱俩用的 女友居然还理直气壮起来 你又不是不能用 我更加急眼了 我怎么用 你跟我说 我特么怎么用 柳如烟一脸的皮笑肉不笑 你菊花不能用吗 女友这话直接给我干无语了 老子特么是比钢铁还值得直男 不对劲 柳如烟绝对不对劲 柳如烟说完没再理我 她竟然看起来比我还要生气 眼神里全是不满 然后她头也不回地 拿着那个装着棒棒的盒子 回到了房间 砰 我听到了一声刺耳的摔门声 我靠 这娘们儿凭啥还吵我急了 晚上我一个人在刺我 越想越不对劲 根本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那根过于逼真的棒棒 还有柳如烟的那句 你菊花不能用吗 越想越窝火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点燃一支烟 尼古丁的味道让我稍微冷静下来 我开始回忆柳如烟最近的反常举动 我想起来之前柳如烟公司团建 可以带家属 我送柳如烟过去的时候就一起参加了 她的一个同事王倩虽然是女的 但是打扮俨然就是一个假小子 短发 夹克 破洞牛仔裤 说话声音也粗粗的 说实话 第一眼我差点以为她是男的 饭局上 王倩对柳如烟格外热情主动 又是拉椅子 又是挂外套 柳如烟嘴脏了她立马地址 我在她俩旁边反而跟个电灯泡似的 心里很不得尽 柳如烟好像完全没注意到我的不爽 很享受王倩对她献殷勤 我越想越觉得有大问题 难道 那根棒棒 是柳如烟买来跟王倩用的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不会吧 柳如烟特么可是我女朋友啊 想起柳如烟最近频繁的加班 每天回来都很晚 更让我心下不妙 我猛地吸了一口烟 烟雾缭绕中 我仿佛看到柳如烟和王倩俩女的 搞在一起的画面 我心里一阵翻江倒海 不行 我得弄清楚 二 果然 第二天快十点了 柳如烟还没回来 我眼皮一直在跳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感觉自己头上已经是青青草原了 我特么不会真成活王罢了吧 我强忍着怒火 给柳如烟发了条消息 宝宝 几点回家 用不用我去接你 等了好半天 柳如烟才回了一句 现在知道服软现殷勤了 昨天不是挺牛的吗 我才不用你 柳如烟的一贯画风 一向小肚鸡肠 一点小事就揪着不放 这不 又开始无理取闹了 果然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我必须靠自己努力工作 我继续加班了 不用你管我 又加班 现在的我 根本不信她的鬼话 抓起车钥匙 我开车直奔柳如烟的公司 果不其然 在公司大门不远处的花坛旁边 我看到了柳如烟和王倩 他俩搂在一起 一副难舍难分的模样 我听到柳如烟的声音 语气里充满厌恶 宝宝 零号发现我给咱俩买的小玩具了 今天还说要来接我 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一天天地跟只狗一样缠着我 烦死了 我气得攥紧拳头 却看到王倩轻轻抚摸着柳如烟的头发 安慰道 老婆别多想 咱俩都是女的 那个蠢货怎么可能会想到呢 这样的他们 在路人视角里 或许只是一对好闺蜜 但我清清楚楚地听到 王倩叫柳如烟老婆了 上次团见咱俩在卫生间 他不都没发现吗 王倩接着说 带着明显的得意 卫生间 我猛地想起上次团见聚会的时候 柳如烟和王倩一起去卫生间 好一会儿才回来 当时我还傻乎乎地以为 他们只是闺蜜之间说些悄悄话 现在想来 我特么就是一傻子 我感觉自己浑身血液倒流 恨不得上去抽他俩 这时王倩又开口了 老婆 你长得这么漂亮 身材这么好 可不能便宜那些臭男人了 柳如烟立马附和 是啊 宝宝 我这么漂亮 真的是便宜林浩那个臭男人了 你是不知道 男人根本不行 每次跟他做 我都觉得恶心 一次最多就三十分钟 闹着玩呢 好好好 你们这是各应男的 还要找老实人当绿毛龟 对吧 听到柳如烟的话 王倩一脸心疼地看着他 搂着他的手又紧了几分 柳如烟叹了口气 没办法 谁让家里催得紧呢 算了 等到时候彩礼 房子 车子都到手 再离婚让他近身出户 也算是让他睡了这么久的报酬了 听到这话 我差点气得一口气没上来 报酬 你特么这是下面香了钻 哎呀 心疼老婆 等事成了 拿到钱 咱们就去泰国领证 好好好 我成了他们配重的一环 我顿时不想现在去抽他俩了 简直是便宜了他们 我要先苟住 必须搞出点大动静来才解气 三 我猛踩一脚油门 调转车头 飞速回家 柳如烟这个贱人 竟然敢把我当猴耍 还有王倩 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回到家 我强忍着怒火 假装已经睡了 事实是 我能睡着才怪 我掏出手机 找人查了王倩的信息 柳如烟上班的公司规模不大 员工也不多 查到王倩的底细不是啥难事 原来他在公司还是个小领导 难怪柳如烟尚赶着头怀送抱 最炸裂的是 王倩竟然已经结婚了 丈夫叫周平 是个老实巴交的程序员 我去 妥妥地骗婚啊 这是 这哥们简直比我还要倒霉啊 虽然柳如烟平时吃我的用我的 我在他身上没少花钱 但好歹我还有及时止损的机会 我得给周平提个醒 第二天一走 我就突然要到了周平的电话 编辑了一条短信 发了过去 留意一下你老婆 通讯录骗婚的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到时候你会谢我 对方立刻回过来电话 我没接 他只好又发来短信 你是谁 见我没有回复 他又问 你有证据吗 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应该同情他 还是应该佩服他的理性思维了 想要证据是吧 也不是不能有 四 第二天我就找了点小事跟柳如烟大吵一架 以前我俩之间有点矛盾 都是我先低头服软 可我现在不惯着他了 我故意找茬 说他买的衣服太贵 败家娘们就知道花我的钱 柳如烟柳梅倒树 信念圆争 显然早就被我灌出臭毛病来了 你TM说谁败家娘们呢 说的就是你 一天天地就知道买买买 老娘花你几个钱怎么了 你当初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到手了就不珍惜了 我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 柳如烟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 果不其然 他找他的好姐妹王倩寻求安慰去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们开房刷的我的卡 消费短信提示 亲爱的顾客 感谢您选择希尔顿酒店 并预定了我们的豪华套房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 您的预定已成功确认 房间号666 入住日期5月20日 请准时前来办理入住手续 呵呵 花我的钱倒是很大方啊 我冷笑一声 打开抽屉一看 果然家里的那根棒棒也不见了 我立马动身去希尔顿酒店 出发之前 我给王倩的丈夫周平发了条短信 希尔顿酒店666号 你想要的证据就在那里 到了酒店 我躲在安全通道 心情有些复杂 不知道亲眼看到的时候 我会不会控制不住 冲上去揍那俩娘们 666号房就在走廊尽头 走廊里静悄悄的 我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 突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一个秃顶眼镜男 神色匆匆的 出现在走廊里 不用猜 是周平 我暗中观察着这一切 周平走到666号房门前 深呼吸一口气 敲了敲门 客房服务 我听到柳如烟 娇滴滴的声音 从门内传来 来了 门开了 柳如烟穿着性感的 蕾丝战袍 头发散乱 脸上带着未退进的红玉 王倩则穿着一件 宽松的老头衫 手里还拿着那根 熟悉的棒棒 看到这一幕 周平顿时愣住了 他手机都没拿稳 啪哒一声 掉在了地上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周平的声音抖着 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柳如烟和王倩 显然也被这 突如其来的惊喜 吓了一跳 蕾 你怎么来了 王倩故作镇定地问道 但是他的眼神 早已出卖了他 他慌了 我问你们在干什么 周平怒吼道 很显然 老实人急了 蕾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指着王倩手里的棒棒 声音更加颤抖 我真怕他气得被过去 王倩瞬间脸色苍白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柳如烟见状 傻不拉几地 还没反应过来 那人是王倩老公 他不满地大叫起来 你他妈谁啊 信不信我报警 他还没说完 就被王倩捂住了嘴 王倩结结巴巴地说 老公 不是你想的那样 听到老公两字 柳如烟直接傻眼了 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顿时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眼 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 周平怒吼道 你们两个贱人竟然背着我 他猛地冲上去 一把抓住王倩的头发 尤其是你 敢骗婚 接着 他结结实实地扇了王倩一巴掌 啪 清脆的耳光声在走廊里回荡 我心里暗爽了一下 王倩被打得惨叫一声 摔倒在地 柳如烟见状 连忙扑上去护着王倩 对着周平又抓又闹 你疯了 你敢打我姐妹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扭打在一起 场面一片混乱 呜 由于他们动静太大 不少附近的房客都被吸引出来围观 走廊里的人越来越多 都探头探脑地看热闹 我混在人群中继续录像 怎么回事啊这是 打架了 怎么还打起来了 嘖嘖嘖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 吃瓜群众看到房间里的那一片狼藉 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 一个穿着睡衣的大婶站了出来 义正词严地指着周平说 小伙子 你怎么能打人呢 有事好好说 周平气得脸红脖子粗 指着王倩的鼻子骂道 这个娘们骗婚还把我绿了 换你你能忍 大婶顿时哑口无言 只好闭脉 默默地退回了人群中 其他房客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调转矛头 纷纷开始指责柳如烟和王倩 这都啥事啊 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太不要脸了 真是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柳如烟和王倩被骂得狗血淋头 他们本来还想狡辩几句 但看到周围人那气愤的眼神 顿时就没了底气 王倩捂着红肿的脸 一声不吭 柳如烟也低着头 也不敢吭声 周平指着他们的鼻子骂道 滚 都给我滚 柳如烟和王倩如蒙大赦 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 主人公落荒而逃 吃瓜群众也跟着散去 这时 我走到周平面前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显然怒气还没退去 你哪位 我就是给你发 误 短信的人 周平愣了一下 似乎有些意外 你是 我拍拍他的肩膀 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周平的眼睛瞪大了 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苦笑一声 哥们儿 咱俩都是背绿的那个 我懂你 周平沉默了 眼神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 我接着说 兄弟 我有一出大戏 需要你配合演出 六 回到家 我看到鼻青脸肿的柳如烟 差点没笑出声来 宝宝 你这是怎么了 我假装心疼地问 柳如烟根本不想理我 没事 不小心摔了一下 他的语气冰冷 我假装心里很愧疚 宝宝 对不起 我不应该跟你吵架 都是我的错 柳如烟一肚子委屈 无处发泄 听到我的话 仿佛终于找到了 宣泄出口 直接哭出来了 梨花带雨的 换做是以前的我 说不心疼 那是假的 但现在 我心里只有爽 但我脸上 却表现得更加愧疚 宝宝 别哭了 是我不好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凶你了 这周末去见你爸妈 我一定好好表现 一定让他们 对我刮目相看 好不好 柳如烟哭声更大了 不知道是真的 被感动到了 还是只是想朝我发泄 我将他搂到怀里 安慰他 心里却在冷笑 气 周日跟柳如烟 爸妈吃饭的时候 我假装各种 讨好现殷勤 又是倒酒 又是地址 忙活地像个服务员 而柳如烟 似乎还没从桌间 现场缓过来 整个人都情绪不高 我各种给柳如烟 他爸敬酒恭维 他爸在酒精的作用下 更摆起架子来 小林你是知道的 我家如烟 长得那么漂亮 追他的人 能从我们村里 排到法国 我连忙点头附和 知道的 叔叔 我知道的 只要您肯把女儿交给我 我肯定一辈子对他好 柳如烟妈妈趁机说 小林 阿姨也不跟你拐弯抹角 我们这边的彩礼 三十八万八 这可是老祖宗 留下来的规矩 不能改 文言 我假装一脸为难 可是 叔叔阿姨 柳如烟爸妈一听 立马不乐意了 你知道我们培养这么优秀的女儿花了多少心血吗 就这么点钱 你都不乐意 我们怎么肯放心把女儿交给你 我摇摇头 可是叔叔阿姨 我嫁给阿如准备了八十万彩礼啊 我的心里却在冷笑 反正都是做梦 就让你们做点大的吧 八十万 他猛地站了起来 椅子都被带倒在地 小林 你说的是真的吗 柳如烟妈妈也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语气急促 小林 你没骗阿姨吧 我故作淡定地笑笑 阿姨 您放心 我什么时候骗过您 您跟叔叔就阿如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彩礼前肯定不能亏待了她 我瞥了一眼柳如烟 她原本低着个头 这会儿也抬起头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她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柳如烟爸爸搓着手 脸上堆满了笑容 好好好 小林啊 我就知道你是个踏实的好孩子 叔叔果然没有看错你 柳如烟妈妈也笑得合不拢嘴 是啊是啊 小林 你跟阿如什么时候结婚了 阿姨这就去给你们选个好日子 我故作腼腆地低下头 这个 还得问问阿如的意思 我偷偷瞄了一眼柳如烟 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说不上来是高兴还是什么 这还用问吗 阿如 你愣着干嘛 快答应啊 在她妈的催促下 柳如烟点了点头 太好了 阿如 你答应了 这时候的我 拿出了媲美影帝的演技 那咱们下周就办订婚宴吧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到时候我直接把彩礼送过来 柳如烟的爸妈听了连连点头 嘴角都快得到天上去了 笑吧 再过一周你们可就笑不出来了 当天晚上 柳如烟第一次主动找我亲热 我本来都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 但是白送上来的 不要白不要 我只能说 好女孩我会珍惜 但是坏女孩我也不吝糟 八 订婚宴当天 我特意大操大扮起来 大红喜字高高挂 喜庆的音乐震天响 双方的亲戚朋友都到场了 我西装革履 人母狗样地站在台上 嘴角挂着幸福的笑容 柳如烟一身红色旗袍 前凸后翘 画着精致的妆容 她爸妈笑得合不拢嘴 仿佛已经看到了八十万彩礼 在向他们招手 我也没让他们失望 贴心地准备了八十万现金 的道具 现金码得整整齐齐 堆成一座小山 拉风得很 柳如烟和她爸妈 时不时地偷瞄一眼那堆巨款 眼珠子都快掉进去了 好 请南方将礼金交于女方 四一高声宣布 就在这时 一个愤怒的声音乍响 等一下 周平 那个男人 他来了 他怒气冲冲地冲进宴会厅 指着柳如烟的鼻子大骂 柳如烟 你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拉拉小三 宴会厅里顿时炸开了锅 议论纷纷 这一波直接给柳如烟吓傻了 他脸色惨白 嘴唇颤抖 他爸妈也傻眼了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我假惺惺的护住柳如烟 一脸震惊地问周平 你是谁 你有什么证据吗 不要血口喷人 周平冷笑一声 证据 请看VCR 宴会厅的大屏幕上 突然出现一片狼藉的桌奸现场 柳如烟和王倩衣衫不整 抱在一起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柳如烟的脸色油白转红 又由红转轻 最后变得惨白如纸 他爸妈的脸也变成了猪肝色 嘴唇哆嗦着 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心里暗爽 脸上却装出一副震惊的表情 我转向柳如烟 洋装痛心疾首地问 这都是真的吗 柳如烟浑身上下就嘴还是硬的 我又没跟男的那个 我跟女的 有什么不可以 柳如烟此话一出 在场的亲朋好友一个个都惊呆了 就连柳如烟的爸妈都快绷不住了 我假装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柳如烟 甭管男的女的 我问你 你是不是出轨了 柳如烟依旧死鸭子嘴硬 我跟女的 也叫出轨 柳如烟 你这是承认啊 我刻意提高了声调 怒吼道 柳如烟显然被我这一嗓子给震住了 直接气哭了 呵呵 她还委屈上了 看来我前段时间假情假意地哄她 把她灌得变本加厉了 柳如烟气急败坏 直接破罐子破摔 林浩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不行 跟你在一起都没有跟女的爽 你甚至不如玩具 呜 闻言 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 很显然 众人再次惊呆了 好好好 柳如烟这招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真的柳 连柳如烟她爸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给了她一个大耳瓜子 你这个没脸没皮的东西 给老子闭嘴 柳如烟她爸妈脸上轻一阵白一阵 尴尬得要死 小林啊 你看 这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柳如烟她妈搓着手 小心翼翼地跟我说 误会 什么误会 她都亲口承认了 我冷笑着说 小林 你和阿如都这么多年感情了 不能说散就散啊 柳如烟她爸也跟着劝我 感情 她对我有感情吗 她心里只有她的好姐妹和玩具 我指着柳如烟 怒火中烧 这 柳如烟她爸妈顿时语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周围的亲戚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指责柳如烟她爸妈 我说老柳啊 都这样了 你们还在想啥呢 就是啊 这姑娘也太不像话了 你们就别劝了 人家小伙子被戴了绿帽子 换谁都受不了 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 转身拿起那堆巨款 这八十万彩礼 我就不留着了 我当着柳如烟爸妈的面 把那八十万现金 全部塞回带来的包里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宴会厅 身后 传来柳如烟爸妈的怒吼声 你这个不孝女 丢人现眼的东西 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紧接着 是噼里啪啦的打人声 我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丝冷笑 九 经此一役 柳如烟不仅被他爸妈打得半死 还彻彻底底地射死了 走到哪里都会沦为别人的谈资 王倩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仅身败名裂 离婚时还净身出户了 而我或多或少也留下了一点心理阴影 于是两年没再谈女友 后来家里催得紧 我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 陶莹莹 小姑娘很年轻 而且乖巧懂事 工作稳定 有编制 最重要的是 她家跟我家算是世交 知根知底 虽然我跟她在一起 不再有以前跟柳如烟 楚对象时那种干柴烈火的感觉 但也不能说是对她完全没有感觉 就是吧 没有很爱 也没有不爱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 她都是不错的结婚选择 就这样 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 加上家里也在催 我买了婚房 跟陶莹莹开始了婚前同居生活 这天我出差提前回家 看到家门口有两双鞋 一双粉色高跟鞋 一双白色女士运动鞋 我心里顿时生出一股怪异感来 我走进房间 主卧里传来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 我顿时怒火中烧 一股热血冲上脑门 我她娘的这时又被绿了 我冲到卧室门口 用力拍门 陶莹莹 你给我开门 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继续拍门 开门 陶莹莹 我听到里面的动静了 门还是没开 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我怒吼 陶莹莹你给我开门 不然我就踹门了 门终于打开了 陶莹莹穿着睡衣站在门口 脸上满是惊恐和不知所措 她的头发凌乱 虽然小脸煞白 但是脸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睡衣的扣子也扣错了两颗 我一把推开它 让我看看你在和哪个野男人鬼混 我推开陶莹莹一看 好家伙 肩肤不是别人 正是柳如烟 她几乎一丝不挂 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丝绸睡衣 手里还拿着那根似曾相识的棒棒 粉红色的 还带着点奇怪的纹路 我顿时愣住了 脑子嗡嗡作响 怎么是你 好好好 柳如烟这是把我绿了 又把我绿了 柳如烟看到我 也愣了一下 随即脸上浮现出一抹慌乱 我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她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时 陶莹莹突然大哭起来 撕心裂肺 林浩我错了 求你不要告诉我爸妈 她跪倒在我面前 不停地认错 哭得梨花带雨 柳如烟见陶莹莹哭了 也跟着娃娃大哭起来 我大吼 够了 哭哭哭 你们两个臭娘们就知道哭 我指着柳如烟骂道 你他妈不是喜欢假小子吗 怎么又开始喜欢小姑娘了 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故意的 你想多了 我跟她是同事 之前你那么闹 我在原来的公司待不下去了 就考编了 柳如烟一本正经地说 那你还挺励志 呵呵 这意思我算是他俩的媒人了 盈盈温柔漂亮 我是真的喜欢 柳如烟那快要拉似的眼神 不像眼的 我彻底无语了 再说了 我又不是来拆散你们的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咱们三个把日子过好 比啥都强 柳如烟阵阵有词地说 我忍无可忍 指着门口大吼 滚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 老子就算打一辈子光棍 也不会跟你们这些 欺骗感情的拉拉 搞到一起 是 经过这件事之后 我和陶音音彻底掰了 这件事到底是传到了 他爸妈的耳朵里 陶音音家笛子挺后 他爸妈为了堵住我的嘴 避免更多家丑外扬 给了我一百万封口费 那态度叫一个诚恳 求我拿的钱 别再提这事 我欣然接受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毕竟 经历了两次狗血的感情经历 我对情感的期望 已经降到最低 我需要一个新的起点 而这笔钱正好可以帮我实现 有了这一百万 我开始琢磨下一步该干什么 而之前那两次炸裂的经历 让我有了个点子 我意识到那种棒棒的 巨大市场潜力 我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 我发现现在的拉拉玩得很花 不光是拉拉 很多女性也喜欢寻求自我安慰 那种产品需求庞大 前景广阔 于是我决定用这一百万 作为启动资金 创立一个以棒棒为主打产品的品牌 创业并非一世 尽管有了资金 但我对这个行业了解不多 为了弥补知识的不足 我开始大量阅读相关书籍 和研究市场报告 还拜访了多家成人用品店 与店主和顾客交流 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 那段时间 感情方面的空白 让我可以把所有精力 都投入到创业当中 最终 为了打造一个独特的品牌 我决定将产品定位在高端市场 主打优质 安全和创新的产品 我花了大量时间寻找优质的原材料供应商 并与几家知名的设计公司合作 设计出外观时尚 功能多样的棒棒产品 我给这个品牌取名为月季 不得不承认 我取这个名字 就是为了银河消费者 毕竟柳如烟 王茜和陶盈盈让我明白 他们那群人 只管自己爽 哪管别人的死活啊 我对外宣称 这个品牌名称的寓意 不仅是让顾客愉悦自己 还体现了我们对产品质量 和用户体验的追求 然而 产品实际的研发过程中 遇到了不少困难 首先是技术问题 为了确保产品的安全和功能性 我与几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合作 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测试和改进 每一个细节 从材料的选择到产品的设计 再到使用的舒适度 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和调整 产品研发成功后 我面临的下一个挑战 是如何将它推向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 我深刻认识到品牌营销的重要性 我聘请了一支专业的市场营销团队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了一系列的推广活动 我们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 开设了官方账号 定期发布与性健康 性教育相关的优质内容 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同时 我们还在一些人流量大的商场和街区 设立了体验店 顾客可以亲身体验我们的产品 为了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我们还邀请了一些知名博主和KOL 进行产品评测和推广 随着市场推广的逐渐深入 月季开始逐渐被更多人知晓和接受 销量稳步上升 公司的业务也逐渐扩展 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的竞争力 我决定引入更多的创新产品 我们开始涉足智能化成人用品的研发 与几家高科技公司合作 推出了一系列智能棒棒 这些产品不仅具备多种模式 还可以通过手机APP进行远程控制 大大提升了用户的体验感 在产品线不断扩展的同时 我还注重品牌形象的建设 我们不仅在产品质量上下足了功夫 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推广性健康教育 经过几年的努力 越级品牌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我们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 还将业务拓展到了国际市场 我们的产品远消欧美 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至此 我已经成为一名亿万富翁 拥有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和众多忠实的顾客 十一 成为一名钻石王老五之后 很多人看我单身 都想给我介绍对象 各色美女也对我屈之若鹜 无论是在商业聚会上 还是在各种社交场合 总有美女主动跟我搭讪 是好 她们有的青春靓丽 有的性感妩媚 有的成熟知性 还有的温柔体贴 每一个看上去都很不错 我跟她们保持肉体关系 但只会声称她们是女伴 并非正式的女友 很多人看我这样 问我是不是要求太高 我笑笑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必须得是侄女 全文完